我先講一個故事 有一個醫生 賺很多錢 結果呢 他自己也在打拼 很嚴重 他太太有學會 有一天 他太太就帶他去看老闆生 老闆生跟醫生說 醫生啊 你以別人的拼 所以不要以自己的拼 那麼你怕你這樣打拼 就是因為你肉吃太多 你應該從今天開始 不要吃肉 那時候呢 對你太太 都喝台啤酒 館生菩薩 台主台啤 喝台啤酒 就叫做小粵 你又配合 不要吃肉 結果呢 這個醫生 真的健身 整個老闆生 懺悔 回去後 就對你太太吃菜 又喝台啤酒 他們太太嘛 很高興 其實呢 打拼也是一種的助緣 助緣 不過也有一句話 唸下來 病從口入 所有的打拼都是這個嘴 蓬佳來的 病從口入 或從口出 那麼我們這支嘴 結果去媒人 講人 屬於偏人 那你就造惡業 好 所以各位呢 修行 還是要注意這個 好 好 這支嘴 這支死人 都不要吃肉 連後死人 念經 講話 大家都很愛聽 那麼 我們學會就是 不能讓人怕 希望我們說話 他願意聽 有辦法幫他吸引 這很困難 甚至沒有 老闆在家裡 來 念或吃酒 結果 這個醫生回去 很健身 就 對他太太 同舊一天 念五遍台啤酒 有人想念過這麼多 後來 他太太 近年開發神通 什麼神通 像觀神菩薩教授 不要 蜜蜢所聽的到 蜜蜜看得到 所以各位 這個就是 觀神菩薩的不可思議 你如果真謹慎 那麼觀神菩薩教授 你蜜蜜就聽到到 神在講話 鬼在講話 蜜蜜看得到 那麼 有一天 清明節到了 他媽媽 就去 山頂祖神 那種掃墓 要去掃墓 結果 是他們雙方這邊的風水 雙方這邊的風水 黃氏祖先 這個怡神聖恩 結果他跟他們太太 車 開到半山 還沒到半山 他們太太眼睛就看到了 他也聽到了 聽到什麼呢 他們 恩氏的祖先 還沒照顧 整個路邊 說什麼呢 菩薩救我 菩薩給我救一下 結果他們太太 就跟他們說 哎呀 哎呀 老公啊 你們黃氏祖先 很多 還沒照顧 親近朋友 現在都過路邊 拜託了 他們聽到 快點快點 拜拜 照香拜拜 用問家人 拜拜 拜完以後 他們老公就主導說 你都給我台啤酒 所以現在 我們兩個 坐在吃天神 為你念台啤酒 念二十一便 各地的鬼 都照顧了 他們兩人念到地七便 所有這些鬼 這些鬼 都照顧了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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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